特朗普第二任期台湾完蛋了 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领导世界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国超级鹰派 外号战争贩子的大胡子约翰博尔顿 近日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 他说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对于台湾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根据专访的原文 博尔顿称他对台湾的前景特别担忧 可以这么说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台湾基本上完蛋了 对此他还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 他说特朗普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 突然拿出一支圆珠笔 然后把目光指向圆珠笔尖 说这个就是台湾 然后把目光指向桌面 说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博尔顿的论述基于他对特朗普的认知 这位特朗普曾经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心中的特朗普非常非常的形象 在博尔顿眼里 特朗普的政治世界里不存在任何系统性的政治哲学与思想 特朗普对世界的认识完全是相互没有联系的节点 他自己不懂得学习 也不会把这些节点都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特朗普思想 当然了 某些特朗普忠实的追随者 可以帮助把这些节点连在一起 形成所谓的特朗普思想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 这并不是特朗普本人的东西 有人问怎么看 如今是什么世道啊 就连约翰博尔顿这种疯狂的战争贩子 在自由派媒体眼中都变成了正常人 整篇专访 我看了两遍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曝光度的老学究 被长期隐藏 被长期不受到重用的战争贩子的个人秀 博尔顿这个人 之前没人找他 之前有人认为他太极端 只是出了特朗普这样一个人 才给了博尔顿表演的机会 他就尽情的表演 博尔顿这个人水平也非常的差 但问题是什么 他毫无掩饰自己 他所谓的虚荣心 利用英国广播公司 给他这25分钟的时间 来博得大家对他的某种认可 在博尔顿的眼中 是明显看不起特朗普的 按照他的意思 有资格成为总统的人 必须政治经验丰富 政治思想过硬 对世界碎片化认知 加上毫无从政经验 根本就不适合成为美国总统 从博尔顿的言语当中 有着对草根政治人物 非常明显的鄙视 有人问博尔顿是谁 是谁给他胆量去说这样的话 因为美国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 大有人在 那等同于说什么 博尔顿通过25分钟的专访 把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美国的政治草根 完全对立起来了 说这种话想必也太伤人了 博尔顿跟约翰米尔斯海默一样 都有着对世界独特的见解和分析 这两个人在华盛顿政治思想圈 都属于另类 只不过与约翰米尔斯海默不同 博尔顿运气不错 有机会在行政岗位上 施展自己的才华 这个人早在1982年里根总统时期 就担任政府官员了 1948年出生的他 那时候他才34岁 博尔顿先后服务了四位共和党总统 先后担任了美国对外援助委员会的副主任 司法部助理部长 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 负责武器管理与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以及特朗普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也就是说 他有丰富的经验 只向特朗普说 他不胜任美国总统 在本次专访中 BBC的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支持特朗普 原因就在这里了 在他眼里 一个老学究政治家去支持一个不学无数的商人 你说他可能吗 博尔顿有关特朗普在台湾事务上的论述 基本上诠释了这两个人之间的重大分歧 圆珠笔尖和桌面的比喻不仅描述了特朗普对世界认知的碎片化 同时还论证了特朗普根本就不在意美国制定的能够让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规则 特朗普在外交上的一切行为 在博尔顿眼里都是对美国长远利益的最大威胁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一方面削弱美国在现实当中的实力 另一方面让美国在盟友心中失去信誉 与所谓的美国优先背道而驰 而博尔顿所说的台湾完蛋了 是指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由于特朗普本人按照博尔顿的描述 是一个没有系统性的政治思想 他对世界的认知代表着某种碎片化 他对世界认知的行为基于某种随意的条件下所创作出来的 很有可能他底下的人拿台湾问题做文章 最后激怒了中国大陆 或者他的一些政策使得两岸关系滑向不可调和的地步 最后中国大陆发动了对台湾的解放战争 而美国在这个时候 由于特朗普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他会说台湾就如同一个笔尖渺小 而中国大陆就如同笔尖对比桌面的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为什么需要帮助台湾呢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应该敬而远之躲得越远越好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美国失去了台湾 美国失去了在盟友眼中证明自己的机会 美国失去了在盟友眼中的地位与信誉 这是博尔顿就台湾问题 论述特朗普可能性政策的某种分析 在博尔顿眼里 特朗普成为总统 好比一个不正常的人正在领导美国和全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要么没有能力 要么没有实力 要么没有机会 要么没有信誉 去继续领导这个世界了 博尔顿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自由现实主义者 国际干涉主义者 他自认为真正的美国利益至上 是美国制定的政策 美国制定的规则 就是全球规则 所以他支持长臂管辖 他支持依据美国的国内法 去管理全世界 在他的眼里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基于美国国内法的规则 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美国自己制定的规则 美国一定要维护 这就好比 如果美国制定的规则 自己不维护的话 久而久之 等同于什么 自己将失信于全世界 自己的信誉将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什么意思 博尔顿也是美国优先 但是他认为美国优先 应该有一个度 不能毫无章法 他认为的美国优先 是美国通过自己的巧取豪夺 美国通过自己的居高临下 美国通过自己施展自己的实力 所得到的一切 但是要保持整个系统的运作 什么意思 美国在掠夺了全世界之后 让世界不至于饿死 如果世界上因为这个得不到保障 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 那么情况就不好办了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世界将会反对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博尔顿跟特朗普 在美国优先这个政治思想的前提下 是有明显的不同 特朗普虽然吹嘘自己不会发动战争 特朗普虽然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但是特朗普所有的政策都瞄准着一个混乱的世界 或者他的所有的政策将会给我们一个混乱的世界 在混乱的世界当中 美国的霸权将荡然无存 美国统治世界的能力将极大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 在博尔顿眼里就会给其他国家可乘之机 等于说什么 美国在特朗普任内会把自己的霸权拱手让出去 博尔顿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善茬 他也不是一个正常人 他对苏联解体的认知 他不认为有什么和平红利 历史终结论 而是斗争在不断的继续 这个人在2008年的时候 甚至提议美国应该与台湾建交 这个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友好 2021年的时候还被中国政府官方制裁了 博尔顿这个人 由于他本人过于锋芒毕露 他长期被美国共和党总统们血藏 根本没有办法得到重用 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料 他做一个辅助工具就可以 但是你自己的思想对美国的利益也不是什么好事 最终还是特朗普给了他机会 让他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系统性的施展出来 说实话 博尔顿之前所担任的岗位 基本上都是助理的岗位 而特朗普给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等同于他长期在总统的旁边去诉说自己的政治思想 说实话 对于博尔顿来说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等同于什么 如果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得非常好 那以后一定是美国国务卿的链 但是呢 博尔顿是一个太过看得起自己 外加非常的自负 外加得意忘形 外加忘恩负义的人 在白宫里 他竟然成为了特朗普的家庭教师 特朗普就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所有的政策没有博尔顿不行 是他个人的忍耐坚持了17个月之后宣布辞职 而现实情况是这样的 特朗普最后实在受不了他的说教 把他解雇了 无论怎样 在本次专访当中 博尔顿对所有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保持反对态度 在博尔顿眼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竟然是正确的 他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哪怕他牺牲了美国的发展机会 另外 博尔顿认为 美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乌克兰 全方位的支持北约 当谈到哈里斯 博尔顿也会说他不支持哈里斯 因为哈里斯代表着极左翼的民主党团 对美国的危害不雅于特朗普 咱这么说 整篇专访完全是博尔顿的个人秀 这个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国外交事务的论述 可能还不如特朗普 这个人在美国的外交委员和团队当中 基本不受待见 大家认为他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极端 他会把美国的利益陷入万丈深渊 特别是他针对台湾问题的论述 他论述特朗普就是一个不学无数的商人 根本不懂得国际事务 关键的问题还不是这一点 那有人说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台湾真的会完蛋吗 答案是正确的 但绝对不是约翰博尔顿的论述 为什么说台湾会完蛋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特朗普的经济和贸易政策 特朗普的经济和贸易政策 针对中国大陆是什么 完全的切割 完全的脱钩 完全的减少所谓的依赖 根据特朗普的政策 他在执政的第一天将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然后与中国逐渐形成贸易壁垒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给了中国在国际事务空间当中的自由度 而这种自由度不是美国可以约束的 什么意思 假设我现在发动解放台湾的战争 可能会顾虑到美国的制裁 但是如果现在已经制裁了 或者美国的政策等同于制裁的话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解决台湾问题呢 而特朗普给予中国大陆的机会 恰恰在这里 什么意思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的确台湾完蛋了 的确美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领导这个世界了 但绝对不是约翰博尔顿这种论述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